中国好声音,大包安琪解散了,黄安琪承受不住压力退散,对有近期今年的中国好声音争议还是比较多的,但是最大的争议还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,当初谢霆锋选定的组合大包安琪, 如今只剩下一个人了,网友也是调侃如今也不用调侃了,节目还没有结束这组合就解散了,估计也是节目组头一次发生的事情了,在这一期开始播出之前就放出,那黄安琪要退赛的事情,只是谢霆锋老师参赛以来,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了,毕竟一开始就是一个组合的,现在突然走了一个人多少,也是有点不适应的, 其实主要是这两个人的风格没有受到大众的认同,也算是一种小型的音乐吧,因为被抨击最多的人就是他了,所以他也是承受不住这压力了,一开始盲选的时候,他们两个人选择的导师是周杰罗和李介, 但是最后的时候却选择了谢霆锋,在一开始的时候,就有人质疑过他们两个人的音乐,因为一个完全就是靠输出,一个就是靠容情的,但就是这样的两个人走在了一起,成立了组合并且成功通过了好声音的麻选,一开始的时候黄安琪还是能够承受出压力的, 但是自从情非得以播出之后,压力就变大了,因为质疑他的声音越来越多了,这让他很不舒服,这也是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压力,并且他的妈妈看到这些言论,之后也是很不开心,黄安琪不想让妈妈去担心, 他说自己没有做错什么,然后就莫名其妙被骂得很厉害,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,因为自己参加节目,然后被人平头论阻挡,在黄安琪的妈妈看到之后,也是会伤心流泪,黄安琪看到妈妈伤心自己也会伤心,所以就做出了这决定,这个组合风格还是没有被人接受,所以才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, 不然的话还是能够走下去的,本来以为黄安琪走后,他的队友刘安琪也会退散,但是并没有,他继续走了下去,这也是让很多的观众不理解,对于自己很喜欢的一位组合,其中一个人离开了,谢霆锋也是表示很可惜了,他自己也多次找黄安琪谈过了,但是都没有什么用,他还是决定离开了, 谢霆锋知道这个圈子要承受什么样的压力,其实这是做艺人必须要具备的,只能说黄安琪还没有准备好,经过这件事他也是希望自己剩下的队员,能够放平心态,好好的走下去,他希望的是每一个人都要好起来,尤其是这种竞争类型的比赛,肯定是要有舆论或者是压力的, 不可能是每一人都喜欢他,所以只能说黄安琪的心理,承受能力,还不怎么够好,而剩下的一个队员,刘安琪,也是成功的晋级了,并且打败了米剑战队,的康树龙成功的晋级了,这让很多的网友都不理解了,因为康树龙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, 只能说谢霆锋帮助刘安琪改变的这首歌很适合他,但是还没有到要晋级的等,不,并且刘安琪的唱功也不是很好,如今主歌已经走了一个人,而剩下一个人还要留下也是相当的搞笑了,在黄安琪承受不住压力退赛的时候,最右却成功的晋级了,也是相当的搞笑了。